大家平時出去喝東西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不同的雞尾酒是會用不同的烈酒作為雞酒呢? 那雞酒究竟跟我們平時喝的紅白酒香品有什麼分別呢? 烈酒主要是指蒸餾酒,英文是spirit或者hot liquor 譬如我們平時喝的威士忌,Volanda,Gin酒,Vodka,Rum酒,Takila 甚至大陸人最喜歡的白酒也是這個蒸餾酒來的 總之就是將一些可以做走的材料,譬如不同的菊物或者甘蔗,總之有糖和澱粉質 拿去發酵,然後再蒸餾 由於酒精的費點是78.2度,而水大家都知道是100度 所以只要將材料煲到78.2度至100度之間 就可以提煉出80至90度高濃度的酒精出來 蒸餾廠就會加水,稀釋到大約40度左右 入瓶就會是我們平時喝的烈酒 ody hood 由麒麟